一个导演啊 偶尔自飞一下不为过 但每一部电影都在自飞 那就有点令人发指了 今天暗论的全国首发 带来我们的老朋友 保罗那是自导自演的 1979西班牙恐怖电影 《旅客》 又名《恶魔化身》 这是他拍过的电影里 自飞的最伪丧心病狂的一部 本篇生肉吃饭 蓝光简直 马德是一个独行游侠 说白了就是一个降养大道 这件披风 还是昨天 干掉一个没落贵族后巴的 人家还好心的分享吃喝给他 路过挂天的时候 当着拉爸爸的瓜农就勉强 这段随从法克 也是他抢来的 从一个恶毒的瞎眼了头大里 昨晚 他们借数在了一个好心的农夫家里 一大早的 农夫就下了地 他不回好意的眼光 就盯上了他妈咪的老婆 猴力 作为信徒的他 眼影感到了不安 但随后 在他的一曲情声里 女孩渐渐地沉沦 这些 都是那个木拿丈夫给不了的 他的右腿瘸了 那是几年前一场割舍的事故 可马德毫不在意 这让猴力感到坏了 他就如同恶魔上的身 享受起了禁忌的快乐 可很快 他就露出了獠牙 我从来不会免费给人快乐 所以啊 你得给我money 在毕首的威胁下 吓坏的女孩拿出了所有积蓄 那是秋天准备购买小麦的 他鼓鼓的哀求 跟马德心狠手辣 给他刻上的标记 他通常给他的牲口这样做 这个猴力也是老朋友了 之前那时的电影 他就参演了两部 有兴趣的 影片完结后可以去瞄一下 马德毫无底线 让法克卷走了所有食物 钱是个好东西 为了他不惜作践犯客 宗教 良心 法律 那是留给失败者的 法克虽然有点不忍 但是吃饱食物的诱惑 还是让他屈从了新主人 马德的目标 又盯上了当地的首富 当贪婪的老财主 听说那边的老房子有金子 毫不犹豫地让手下去挖 装成一个瘸子的马德走来 当众和太太嬉闹 大家伙只当是看戏 等到法克甩掉了人回来 马德就袭袭了剩下的家丁 抢走他们所有的金币 珠宝和衣服 还有一头锣子 老财主看中了意外之财 没想到劫匪看中了他的棺材本 不得不说有点讽刺啊 有钱就好办事了 他们装成路过的商人 敲开了一间大房子 主人是个年轻漂亮的有钱寡妇 几年前 他丈夫为了一个女人 却和别人决斗的时候上了命 唯一的女儿还得了怪病 马德灵气一动 他有一些印度的秘方 能治好他的女儿 他要的回报就是 和夫人吹笑一度 自从丈夫过世 他也从来没有过男人 为了女儿 他摇摇答应下来 只要能治好 那他做什么都行 也不晓得 马德用了什么法术 第二天一早 女儿果然痊愈了 夫人激动地亲吻他 这个男人太神了 好消息传来 就连法克也受到了款待 从马丘搬到了房子里 好吃好喝地伺候 当晚 该是夫人兑现承诺的时候了 他极力地掩饰内心的慌乱 作为一个贵族 他必须遵从守信的品德 食物的眼泪缓缓滴落 渐渐的 他也不再抗拒 马德人品不咋地 对付女人的魔力 是真有一套 晨光洒进窗户 该是他告别的时候了 这一次 他没有想要更多 这个善良的家庭 让他不忍下手 到了下个镇里 两人置办了一套新行头 焕然一新 也成为了贵族 他偷听到 一个见客要出和前人约会 他躲在树后偷袭了他 然后走进了骨藏 女孩早已等了不耐烦 一直在呼唤其他的名字 马德掐灭了油灯 替剑客完成了任务 好家伙 电影还没过半 导演已经自肥三次了 但常在河边走 哪有不失邪的 女孩的丈夫意外地回了家 马德慌忙躲了起来 感觉不对劲的丈夫 一眼就看到了一只靴子 他怒视老婆对他不忠 可一转眼 看到贵族打败的马德 他又围络地把靴子递了过去 就如同他的牲口 马德再次给他刻上了标记 第二天 主婆二人鸟枪换炮 德艺的骑向大城市布格尔斯 讽刺的是 一群本地的劫匪 把他们当成了有钱人 在林子里袭击了他们 马德手久了得 金山的剑术击吹了一大半 个恶狐也架不了群狼 他被从身后砸晕 白白的财物全被抢走 等到傍晚 才有两个路过的修士救下了他们 镜头一转 他们已然是一副修士打扮 他们装成了会驱魔的外地修士 骗取了修女的信任 眼前亮丽的小修女 当然引起了恶魔的垂涎 女孩向他倾诉 修道院里面有个恶魔 马上会来偷摸 并试图勾引他 他不敢睁眼 只能靠祈祷去抵抗 马德承诺 一定会帮他赶走恶魔 他的眼角撇到了一个园丁 修女说 那是一个流浪汉 他好心收留他几年了 马德心里有了底 等修女走后 他一脚踹翻了男人 警告他四天内已远离修女 不然弟弟不保 园丁惊恐地连连答应 四天过去了 恶魔果然没有再来 但马德信实淡淡地表示 恶魔并没有消失 他一直都在 想要永远摆脱他的话 今晚 他将摆正屈魔 这片人的鬼话 我们一听就明白导演的意思了 可修女傻傻的承诺 一定会好好配合的 屈魔的前提就是 就和主带你来这个世界时一样 身上不能有世俗的枷锁 也就是衣服啦 今晚 人间的恶魔再次如愿以偿 屈魔完成 马德得意地走出房门 一个棍子袭来 是那个园丁 他狠狠地骤马 我才是鸡窝里唯一的供鸡 等他运护地醒来 已经是五天后了 当天 法克找到了他 就被园丁赶出了修道院 他没有地方可去 只能把他背到了青楼 这样的老宝是个 风姿戳越的妇人 他细心地帮他换了药 这是城里最大的娱乐会所 很多达官显贵 都会来消费 马德信里一亮 有了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他们帮老宝干一点杂火 换取免费的食宿 还有 好家伙 都自飞到加速了 导演 也真的是太不爱惜自己的身体了 法克跟他一起 雨露均沾 直到 差点被掏空 法克冲起美好的未来 可马德画红一转 人间到处都是炼狱 根本没什么未来 他让法克躺下 钻进了他脑子 让他看到了未来的模样 天哪 原来他真是恶魔本尊 未来战胜不断 炮火连天 人们饿瓶满地 集中营 原子弹葬送了无数的性命 被金钱的法克 买来了惶恐 马德 No 应该说是恶魔毫无倦意 又敲开了老宝的房门 第二天傍晚 会所举行了一个大派对 城里的有钱人都来了 看着重情在色域河滩室里的男人 马德暗暗地打量着他们的钱袋 一个油腻的胖子看中了法克 他能给到一百金币 这一大笔钱 让老宝和马德都心动了 直接把法克给卖了 半夜的时候 狂欢的男女全都倒了下来 马德和老宝把金币分了 可他还想要更多 逼迫老宝灌下了两壶酒后 倒地不行 他卷走了所有的钱 还记得那个贵族寡妇吗 那天马德走后不久 就发现自己怀孕了 十月怀胎 生下了一个儿子 哎哟 杀单的孩子 女佣觉得应该机照产出祸根 可爱子心切的夫人不舍得 让她发誓不能加害于她 随后 傍晚时买上楼梯 扑通 被胖子带走的法克 整天郁郁寡欢 他痛恨了个把他卖掉的恶魔 在手下的帮助下 他终于找到了马德 既然世界末日不可避免 那他也想通了 何不就此开始享乐 他命令手下往死里打 打断他的每根骨头 然后 把他绑了起来 和受苦受难的耶稣面对面 很多年后的一个西洋西下 斑斑的河边 走了一个盘山老人 他竟然还活着 瞎了一只眼的他 已经很难作为作福 随便一些小毛贼都能抢他一次 好不容易找了个地方 他烤起了偷来的牛肉 又想动 他警觉地站起来 只是一个看着很面山的年轻人 他放手了警惕 招呼他坐下 一起分享食物的时候 给他讲了一个故事 有一天 地狱的恶魔突发奇想 想要来人间走一遭 他放弃了不死肉体 无恶不作 偷强如捋 可灵灵 他被人暗算 之前的所有行为都被反噬 年轻人由衷地赞叹 这真是一个好故事 突然 闷得一脚飞去 不吃 就如同他刚来的电视一样 孩子 定一就说 很精彩的一个故事 嬉闹之鱼 又颇有准事一尾 应该是保罗那时 拍过的电影里 最后回味的一部了 至于影片结尾 那小年轻 是不是恶魔的儿子 那就见仁见智了 就算不是儿子的话 魔鬼的亲魔 早就生生种植在了 人类心里 1979西班牙恐怖电影 《旅客》 剧情三颗星 卡斯四颗星 华赛五颗星 中文评分四颗星 70年代 最值得一趟的西班牙电影之一 我是艾伦 我是雷杰 我们下位